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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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叫小德玲 然後我是辭職業的 武林的話只有不到半年 因為剛學完書籍師堂課 我在科技業上市公司上班 那一直都很忙 從來也沒想過 有時間可以挪出來學舞蹈 那因為已經到中年的年紀 有想說做自己一生想要做的事 第三生課是老師在教學的時候 他們就是非常有自信去跳 他們一系列的舞蹈 跟印象中的國標舞還有社交舞 有一點不太一樣 其實Tango的旋律有很多很複雜的情緒 可是你每一種情緒裡都能表現出來 那你就會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唱歌最有魅力的地方在於 可以在不同的首歌裡面去抒發 有不同的感受 好像我今天四個小時的舞會 我在重新翻閱我的人生 然後同時有一個人可以憑著我 在原本的工作跟生活的模式下 那跳Tango算是插入一段很特別的體驗 所以它其實是對我工作跟生活 產生一定的調劑 跳舞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輕鬆的事 所以我都會穿什麼T恤啊 長褲 然後維文老師會很認真的糾正我說 女生就應該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亮 所以我現在目前為止 對我印象最深的應該就是要 好好的把外在整理好之後 再進去跳舞這件事 會有不一樣的感覺或者是觸動 我本身舞蹈是完全沒有學習過的 去學習這樣的技能 就是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做練習 困難一定會有的 因為可能每個人程度不一樣 或天生的那個韻律感本來就不一樣 但是我會 我是比較相信說我只要透過練習 都是可以完成的 其實Tango是兩個人的舞蹈 然後你要一直去聆聽Leader 就是南方的Gate的訊號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可能還沒有辦法那麼容易Gate到這樣子 像我自己本身就觀望了一年 所以我覺得至少可以先來體驗 你在圈外看沒有跳進來嘗試跟體驗 你永遠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一個像我一樣過去的迷思 也是屬於一個誤導 就是以為Tango就是可能要跟男的Follow 進去離職處有點曖昧或是有點忐忑不安 真正的學舞者其實我們都穿越了那種感覺 我覺得的確可能大家對於跳舞或是探口兩個字 如果是陌生的話可能會覺得害怕 害怕就不敢開始 但是人生就這樣 就是短短的 很多事情其實我們在出生之前也是這樣 的確在中間可能會有很多的時候是在爭打 是在第一槽 是在哎呀我怎麼做不出來 會懷疑自己 但是過了這個坎 只有一下下而已 老師會帶著你走過這個坎 走過這個坎之後你就會發現 有人跟我一起等好 所以相信自己看到這個影片 就來到教室就好 老師會帶著大家一起走入非常美好的坎坷